欢迎回来 接着关心希腊公投拒绝欧洲纾困方案 就在选民表态说不的两天之后 德法两国领袖6号举办高峰会后表示 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员的谈判大门依然敞开 敦促雅典当局赶紧提出方案 请看我们来自法国与欧盟的报道 希腊公投结果出炉 希腊人对欧洲的纾困计划说不 引发了全球市场的震荡和股市的全面下跌 7月6号晚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 在巴黎共同商讨如何应对希腊局势 德法总理展现诚意表示 至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谈判的大门依然敞开 呼吁希腊尽快提出紧急提议 以避免希腊被迫离开欧元区 另外欧洲央行也决定继续提供紧急流动资金贷款 让希腊各银行周转率维持水准 虽然德法领袖让步 但在希腊问题上同样必须考量欧元区其他18个成员国的反应 欧洲智库专家接受新唐人访问时直言 希腊拖延战术能否让其他会员国买单 专家不乐观 尤其公投过后 希腊政府能否对国内人民诚实提出可行方案 接下来几天是关键 因应希腊脱欧危机避免连锁效应 欧盟周二晚间在布鲁塞尔举行欧元区紧急峰会 讨论应对措施 欧元区财长也将召开会议 新唐人海电视陈立新仁静 法国比利时采访报道